而同时旅游的小丁宁要提醒您到日本旅游要小心 近期当地的食人菌的病例大幅攀升 甚至有很多长辈感染了这样的病菌 最后导致死亡 在日本引起了相当程度的担忧跟恐慌 由于独卖新闻已经做出报道事件 他说这食人菌的疫情 从今年以来已经有977人感染 是去年的2.8倍 而食人菌其实是一个昵称 它的全名是爆发性A型溶血性的炼球菌 引发的毒性休克症候群 那么根据了解死亡率在日本上升到30%到50%了 但是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 最主要他们感染的死亡病例很多 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家 可能本身就容易有并发症或是抵抗力比较弱 而这种病菌感染过后 一般来说它是接触还有飞沫传播的 会有高烧喉咙痛或是四肢肿痛 特别是您有伤口的部位 那么情况严重的话 恐怕导致两天之内的器官衰竭 休克死亡 特别是如果是长者 或者本身就有慢性病患者 更是高危险群 那么伤口感染的话 又感染了这样的食人菌 会更容易恶化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担心 现在在当地出现这样的疫情 到底适不适合去日本玩呢 但是其实有医生提醒 只要你的卫生习惯条件加 那么身体没有其他的不舒服 或者是其他的感染病症的情况 其实去都是还蛮安全的 目前我们国内监测是没有异常 反而是日本的个案增加 目前在日本的后生劳动时 他们怀疑是不是有新的病原株出现 还是因为环境改变 所以才导致在当地的病例数大增 而胸腔科医师苏伊丰也说 这种恋球菌是很常见的细菌 在台湾也有 所以台湾的民众呢 同时也要做好戴口罩加勤洗手 会比较安全 而同时如果您去日本旅游的话 你的手脚或者皮肤上面有细小伤口 也要多多留意 像是呢 这个微小的伤口没有消毒完毕的话 很容易感染发病 而两到三个小时呢 感染了A型练球菌 就会剧烈的疼痛肿大 有类似的情况 不管您是在日本还是台湾 赶快去就医吧 同时呢 伤口愈合前也建议大家呢 先用OKBON 或者是BON帶包扎来隔绝 也避免进入游泳池 河川这些容易感染的地方 所以食人球菌呢 是名字看起来可怕 如果防疫做得好 大家其实不用过于担心 文贵台前满满人潮都要准备出国 但现在去日本的人可得注意 食人菌疫情 应该也是戴口罩吧 戴口罩就对了 跟之前一样 戴口罩啊 然后就是离人群远一点 可以酒精消毒洗洗手 以日本的练球菌 毒性休克症候群来看 去年941例 但今年同期到6月2号 累计977例 是去年同期的2.8倍 死亡率也飙到三成 是1999年来新高 台湾胸上科医师 苏伊丰也研判 应该是口罩松绑导致 但强调这种菌 到处都有不必恐慌 而前台大感染科医师 林士璧也说 日本旅游计划不用取消 只要做好 勤洗手戴口罩 日本去玩的话 尽量不要有外伤 不管这个外伤 有没有流血 那如果说真的有受伤的话 那就做消毒 神菌其实就是A型练球菌 有1到5天的潜伏期 透过飞沫或者是接触传染 肠电症状有喉咙痛 扁条腺发炎或者是发烧 但严重者48小时内 就会休克死亡 孩童老人还有慢性病患者 也容易感染 变成重症 我们见的大概就会是 我们说糖尿病 那这个皮肤容易损伤 一开始可能是感冒 那后面的话 引发这个二次的 这个细菌感染 那就可能会是走 练球菌 呼吸道的这个感染的部分 以目前台湾的监测资料来看 并没有食人菌疫情 今年第一周到第二十二周 A型练球菌 每周约22到36件 跟往年趋势相当没有异状 疾管署接续也会做郡柱分析 而专家也提醒民众 既起到日本还是得提高警觉 戴好口罩 勤洗手 避免病菌入侵 体育新闻中文文林志伟 而焦点回到国内 大家都说 这个物品的价格 是看市场的供需而定 而台湾现在明明不缺蛋了 您去早餐店 点颗荷包蛋到底多少钱呢 像我今天早上 一颗荷包蛋还是要15块钱 价格似乎没有下降 也欢迎您分享经验 因为蛋价现在 根据市场行情 已经创下新低价了 但是早餐店加蛋 很多民众发现还是要20块钱 民怨沸腾啊 这中间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 我们先带您来看看 产地的价格出现什么情况 全台每天的鸡蛋需求量呢 大约是落在12万箱左右 而目前每日生产量 已经突破了12万箱 所以呢 现在已经生产过剩 所以价格会回落 这是基本的市场机制嘛 但是呢 养鸡协会的蛋鸡组的组长说 今年1月份到现在呢 已经每台金42元 降到每台金30.5元 而每台金的鸡蛋价格 成本应该是落在 30元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我们看到超市一盒鸡蛋呢 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是50块钱 等于一颗还是要5块 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明明鸡蛋就已经降价了 其实呢 其实蛋商蛋农 他们会需要饲料跟种鸡来进行进口 而才会到餐厅的消费通路 让消费者来消费使用 他觉得整个产业链都应该降价 但是很多蛋农呢 他们发现其实饲料价格还是居高不下 那么如果鸡蛋已经跌下来 就算是饲料价格居高不下 目前呢 在生产端都已经调整 餐饮业者也应该要跌才对呀 他们也说 这个一个卖20块钱 消费端的价格似乎有点不合理 而饲料也应该要降价 否则呢蛋农呢面对这样的蛋价 明明他们生产价格下降 但是到消费端价格还是很高 他们心里也会不平衡的 那么很多餐饮业者就表示 虽然蛋价已经回落 但不要忘了疫情过后 万物起涨 像是面包还有粮油 或者是肉品的涨幅 似乎没有回落的趋势 更别提基本工资 让人工的薪资也开始起涨 其实这些都是成本 而不能单单以产地的蛋价 来作为衡量 不晓得您买单吗 老板来碗鸡丝面 必须加入灵魂 打下一颗荷包蛋 瞬间达到不同档次 过去蛋价直直飙升 引起民怨成本当然 顾客吸收 只是最近蛋价逐步调降 却很少店家会再调回原本价格 日前却出现一间佛心早餐店 这个店家蛮有良心的这样 就是觉得可以降一点点 到时候再涨回去 我觉得大家也都可以理解这样 现在高雄没有降价 目前还是15块 国内蛋价创两年来新低 只是消费者恐怕很无感 很多店家家蛋还是要15到20元 日前却有一间早餐店 在台东鹿角乡 店家站在消费者角度 竟然主动降价 全品向家蛋只要10元 我们最贵的时候有拿到 一篮一千二 现在只要七百五百 我们的竞价已经没有那么贵了 所以我们就想说 你如果一直在维持在15块的话 我就觉得还是不要赚那么多 虽然当时涨了五块 民众也不受影响 照样加 但考量来店都是当地居民 不想让大家明知淡价降 却又心理不平衡 得多付钱 店家才会决定调整价格 TBI新闻留警员 身份台东采访报道 而台湾产业的发展 是需要合理价格的能源 特别是AI浪潮之下 台湾的电力能源供应问题 不管是会打的黄仁勋 还是AMD的苏兹峰 都有特别琢磨到 所以经济部长郭志辉总法上任之后 要如何处理店家的问题 同时呢 让台湾的制造业在出口的时候 能够接轨国际探费的规则 现在他们提出了绿电核能的部分 是不会他们考虑的方向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的电价到底要如何进行制定呢 经济部长郭志辉说要采取分仓制 我们就为您整理了 如果是绿电的话 这是一个低碳的电力 还有跟一般的电力的混合 而纯绿电的话是绿电加天然气电 所以会按照现行的电价加入各种能源 所以他们会希望诸多的各种三种的绿电 低碳电力一般电力这三种类别呢 会有不同的购电价格 纯绿电的部分呢 他们会反映台电的购电成本每度5.3元 但是现在平均来说台电的购电成本呢 就算是夏季的电价 大约是3.4 3.5块钱左右 所以绿电真的蛮贵的 而低碳的电力呢 会高于平均电价 但是会低于被客征的碳费 也希望企业能够采用 那么一般的电力呢 就是按照现在电价费率的审议委员会 但是这样的分仓制度 产业界买不买单呢 因为未来如果你没有使用绿电的话 可能在出口欧美国家 会被客征非常可观的碳税了 因为全球减碳就是现在未来的趋势 而面对这样的绿电低碳电力 一般电力的分仓制度 最快2025年就要上路了 那我目前工总就发话了 他说现在能源的配比不可能有便宜的电 政府应该让核能研议在发展率呢 而不是在电力的价格打转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全产总的秘书长他也说 如果呢在绿电量足够供应稳定的时候 再来谈价格比较合理吧 那么又有人抨击哦 这样分仓制看起来呢 只是重复的组合 推出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方案 但是供电的稳定 还有合理的价格 让产业保有竞争力 到底经济部能不能拿出解方呢 产业界似乎都在看 那么我们也会把这个电稍微分一下 把电分一下是什么意思 经济部长郭智辉对未来电价有心构想 就是一般的 他普通商店 他可能可以接受辉电 另外一个做指定席的 他可能需要这个这个 更好一点的电 那需要这个完全这个绿电 他可能就是三位三 部长口中的电力分级 就是分成三类 其中呢是绿电 一般电力 以及低碳电力三种 是依照排碳量来订定价格 目前已经请台电着手规划 进一步来看分级后 企业可依需求购买或加价买绿电 来满足2030年国际客户 对绿电的要求 而以纯绿电来说 会直接反映台电顿购成本 平均每度5.2元 换言之 绿电定价5.2元起跳 而低碳电力是指绿电 搭配燃气发电 价格预计比目前 平均工业电价高 但低于碳费 而一般电力则是价格最低 但排碳系数高 是这样的构想 让工商团体不太赞同 认为都在绕圈没解决问题 而工总也说 依照现在能源配比 不可能有平易的电 政府应该至少让核能研议 在发展绿能等 而不是在电力价格打赚 政府人员说明 电价分级目前还在规划中 最快明年上路 只是目前看来 业界和官方尚未达到共识 TB的新闻杨清波张慧仙台报导 那么确实 台湾的电力跟能源问题 也会影响到未来整体产业界 还有经济的发展命脉 不得不慎要多多讨论了 而同时呢 我们要带您看到 台湾的家户财富 也出现了奇怪的现象 甚至有经济学家说 这会是一种假性贫穷的状态吗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根据这个房产的数据揭露 其实台湾很多家庭呢 会不会是一个隐形富翁呢 根据我国的家庭财富分配状态 属于相对来说 比较低水位的这一群 平均每户家庭的财富在77万 但是您看看 它的房地产的金额有224万元 反而他们的购物实力跟动力 其实是比较高的 所以让人想说 他们是高负债加拥有高资产吗 而这所谓的高资产 就是他们名下的房子了 而第二分位呢 平均每个家户可以分配的财富是492.7万元 那么房产的净值是204元 比起呢 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一分位组 每户77万还要来得少 真的蛮特殊的 而相对来说呢 收入比较高的家庭财富 他们平均每户有5133万元 所以反而这个家庭收入分配只有77万元 他们的不动产的分配比例 还是来得高的 不晓得这是不是台湾数十年来 房价只涨不跌 还有国人有土私有财的想法 所导致的结果 就算呢明明经济能力呢 相对来说没那么宽裕的家庭 他们还是积极的前进房市 而同时110年的家庭呢 平均财富已经落到了1638万元 中位数是894万元 但是这个财富很大的一部分 都是位于房地产上面 所以家庭的净值低 但是他们却拥有房产的潜力高 所以外界呢也预期 如果台湾的房市继续涨的话 为了他们的收入也渴望增加 但是如果有一天 房市真的出现反转的话 势必会冲击 相对来说家庭收入比较少的民众 明亮采光格局方正 小评数案件总价稍低 是许多民众购物首选 现阶段房市火热 很多民众更愿意背再买房 就是希望当上有壳主 尽可供 退壳手 我有一个客人 那他当时在买的价格 可能才1100左右 但是经过大概 差不多要四年的时间 他现在其实卖 才可以卖到大概1400到1500 那这中间其实涨得 大概经过了四年的时间 他增值的空间好像 还超过他自己的薪水的速度的话 那对于很多客户 如果这三四年当中没有买到 他们当然会比较紧张 尤其是家庭收入 净值较低的群众 反而更可能选择买房 根据主计总处家庭财富统计 110年底 全国家庭财富 由低到高分为五等份 最低等份是第一分位主 也就是家庭财富在后端的20% 平均每户是76.7万元 第二分位主492.7万元 第三分位主906.3万 第四分位主是1580.7万元 第五分位主则是5133.2万元 虽然第一分位主家庭财富净值最低 但房产进额224万 却比第二分位主的204万来得高 分位区间有着微妙变化 其实确实蛮多是这样的 因为在我第一线的客人 我自己最近遇到的 其实他们的 如果说要去细算 他的收入的来讲 当然不会像中高阶层的客群 来得这么多 但是在近期的购物 在内湖区 比如说内湖区 1000到2000万的这个区间 购物的族群量 其实是增加很多 专家进一步分析 最后一个分位主 虽然家庭净值最低 但很可能是高负债 同时也是高资产 这些家庭可能收入环境不错 但扣掉负债以净值来算 就变成了第一等分位 这个等分位主 资产配置有点畸形 也隐藏着不少高收入家庭 这些族群虽然说家庭净值较低 但有着房产潜力 未来很可能会有更多收入进账 确实可能会有一些收入 他在这个政府的掌握度上面 相对比较低 比如说他可能是自营业者 或者是说他有一些 其他的投资等等的一些形态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可能当事人他的收入是不错的 可是并没有反映在数据上面 形成所谓的假性贫穷 数据上就可以应征隐性富翁 假性贫穷的情况 从主计总处 家庭财富及收入十分位 还有联合加速分配来看 家庭财富和所得收入 都在第一分位主的 也就是最低10%家庭的 有27万户 所得收入在第一分位主 家庭财富也在第十分位主的 也就是最高的10%家庭 有2.1万户 但最特别的是所得很高 位于第十分位主 但财富却落在第一分位主的 户数竟然也有3.7万户 主计总组官员推测 这跟每个家庭投资理财 和财富运用有很大关联 可能有一些做现金生意 甚至于说 他可能是某一些特种的投资等等 那这些业主 他们的收入 确实在掌握度上面 是比较低一些 可是他们还是一样可以享受一些 高资产的生活 所以在这个部分上面来说的话 可能在未来 或许在统计上面而言 必须要去做一些排除 那或者是说提高一些 所谓掌握的可能性 才能够比较能够看到 统计国人的这个收入的一个风貌 其中关键房产占据最大因素 而专家也分析 房产的资产潜力足够 目前房价逐渐上扬趋势 贷款购物族群 未来都有可能把分位主 往上提升 但目前的房价情况 购物年龄往后延 年轻人晚婚 同样也影响着家庭财富的数值变化 这40到50岁这区间 其实是属于这个社会的中间人士 他这样子区间的这个年龄层 他们的这个薪资水平相对较高 更有这个能力 能来购买这个台北市 或是这个六都都会区的这个房产 所以导致这个购物年龄 贷款的这个年龄地盐的情形 家庭贫穷 隐姓富翁无所不在 就算是最后一个分位主 靠着房产市场的变化波动 同样也是卧虎长龙 TVS新闻李贵站蓝月明台北采访报导 TV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华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